皇上 这菜都凉了 老奴让他们重新传善吧 皇上 不必了 都撤了吧 皇上 太傅大人 已经在前殿后了半个时辰了 说是想问问苏淮山庄的事 朕说了 今日不想说西南府的事 还有 朕说了今日不见 不不不 是段小王爷 送了王爷的车架出城 刚刚回来 姚儿 快让他进来 是 皇上 回来了 一路上可还好 都好 既然回来了 便陪朕去个地方吧 去哪儿 行宫里有位老者 你哥哥常跟朕提起 远想着一起问问天尘沙 如今断 西南王已经找到了 便去打个招呼 好歹是个礼节 哎呀 那个 那个我 我哥怎么忘了这茬 那老头一旦说了嘴就麻烦了 那个西南府的城中还有些事要办 哥哥特意叮嘱我的 就 就要 罢了罢了 无妨 朕一个人去就好 那我先走了 这孩子 白嫁 朕去看看那位老人 是 老前辈 这阵子还真是热闹 来了一个不说 这回又换了一个人 多有打扰 还请前辈见谅 晚辈此番前来 是想谢过前辈 月鸣鼓一事 原来是你 是 只是晚辈 还有个不情之情 想请教前辈几件事 来都来了 说吧 这世间 当真有天尘沙 有是有 只是在哪儿 却说不准 但若有缘 总能找到的 哦 除了天尘沙 可还有何物能解金蚕献 没了 这世间能够解金蚕献的 只有天尘沙 阁下 可曾听说过白眉兴翁 传门 东海孤岛上有位老手 名为先翁 想来便是他了 不过 仅仅是传闻 谁又能知道真假 多谢前辈解答 那晚辈便告辞了 去吧 多谢前辈成全 原来他便是你哥哥的新上人 一国之君哪 一国之君又如何 五哥看起来一点也不介意当皇后 甚至还很迫不及待 咦 这是焚星菊 哦 你这小娃娃还知道焚星菊 哦 先前看过一眼残菊 不过似乎不大一样 你没看错 这的确是焚星菊 会下棋吗 不会 不会不打解 我今晚便教你 如何才能破解这焚星迷菊 前辈能解焚星菊 只是一个棋菊而已 看了这么些年 总还是能看出些门道的 可我对下棋一窍不同 哎 无妨 慢慢学便是 有朝一日学会的此棋菊 或许能让你哥哥 活久一些 真的吗 我学 从今夜起 我每回只教你三步棋 你须得牢记 这一步叫展月摘星 这第二步叫观星落海 小鬼 你还未曾叫过我一声师父 还要拜师啊 可我已经有了师父 不仅修 心眼还推小 若是被他知道 我在外头又拜了个师父 怕是这行宫都会被拆掉 你师父是何人 南摩邪 原来是他的徒弟 你哥哥竟然是西南断王 罢了 这第三招叫星垂平野 正北偏南三步半 除此处之外 周遭地界皆为凶态 这便是你今晚要学的三步棋 到你了 嗯 不对 我下错了 随我来 真气回还 这焚星菊便是内功心了 可曾学会 功夫 没错 焚星菊与金蚕献无关 却与天尘沙有关 牢记他 说不定某日便可救你那哥哥的性命 那为何只能学三招 这样着实太慢 练武切记一个贪子 你天分确实惊人 但练功讲究机缘巧合 有些事情强求不来 可若我迟迟悟不出来 还救得了哥哥吗 我虽不会看相 却也知道好人该有好命 英国轮回 报应不爽 西南王看着尔清莫名 不像是心有恶念之人 命数想来也会不错 时间还早 再来一回吧 好 皇上 西南府的人来了 传 属下参见皇上 有什么事 起来说吧 谢皇上 属下奉王爷之命 留在京城和飞乱楼联络 一道追查虞书被杀一案 已经找到了凶手 找到了 是 不是别人 正是案发时书房中那名小妾 名叫翠姑 也是朝鸭人 属下已经将人送到了天牢 随时可以提审 口供也一并带来了 请皇上过目 他说虞书想要将朝鸭人 斩尽杀绝 所以才将他杀了 故土难离 这海岛上出来的人 各个自私至此 着实不多见 属下询问时 翠姑也说 岛上早已潦倒穷困 却还要争上一阵 听起来确实可怜 有人的地方便会争斗 这也无怪他们 玄天 说是北派首领 本是岛上威望最高之人 武功极高 却也极为残暴 年轻时 曾在大楚住过一段时日 在大楚 那为何会被驱逐 何时被驱逐 该是十多年前了 原因并不知晓 算起年龄 今年也该六十岁了 原来如此 姚儿不是说西南府有事要办吗 怎么没见他一同回来 小王爷 这个属下不知 罢了 此番劳烦西南府了 既然此案已了 你便早些回去吧 想来南师傅那边也需要人手 属下奉王爷之命 留在京城 一切听从皇上调遣 他的意思朕明白 只是朕这里 没什么事 过几日便回去吧 是 属下告退 皇上 用盏茶吧 从前这些事 都是他为朕分担 也不知 如今他闭关疗伤 一切如何了 昏小子 让你当年不听为师劝 王爷 玄冰罕铁为什么突然躲起来了 黑衣一根破铁又到什么乱 要成精了是不是 来人快 快把狗血拿来 来了 来了 快 快快给你们王爷抬回去 这算个什么事啊 也不知道姚儿跟那小皇帝 在王城里怎么样了 别说哄不住人 把清宫都给拆了 尝尝这个 可还喜欢 嗯 好吃 比西南府的厨子做饭要好吃 这原本就是西南府来的厨子 朕特意带来的 你喜欢就好 多吃点 哥哥这也太惨了吧 皇上特意给带的厨子呢 吃都没吃上一口 要不要来点点心 嗯 不要了不要了 哈哈哈 国人正是长身子的年力 来 喝口茶 哎 多谢皇上 那白眉仙翁 先前可曾去过西南府 没有 先前 我以哥哥都没见过此人 只听师父提起过 说是他年轻时出海游行 误打误撞才会遇到 哦 为何 他会有天尘沙 这就不清楚了 师父也没细说 这些年 同他写了不少书信 结果一封回寒都没有 还当他已经驾客西归了 没想到还会遇到 千里迢迢跑来王城 只是为了来送天尘沙 师父说是一笔交易 具体是什么却一直不肯讲 只说等哥哥商与之后 要亲自去一趟东海才行 这样啊 只是回西南府疗伤而已 哥哥想来也不愿见到皇上如此为他担忧 还是要将心放宽才好 倒是要让你反过来安慰朕了 哥哥临走前特意嘱托过 若那些老臣再拿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见个没完 套上麻袋揍一顿就会老实 所言极是 正还没问你 今日怎么出去这么久 端念来过了 还说不知你去向 其实那位行宫里的老者 在教我功夫 这倒是稀奇 是什么功夫 男师父他可知道 千万别告诉师父 否则他非把行宫拆了不成 焚星局 前辈说或许能救哥哥 我才跟着学一学 救你哥哥 那为何要瞒着朕 这是好事啊 我 怕你哥哥会知道 你是为了他去学功夫 对 就是因为这个 那朕不同他说就是了 不过是一门功夫罢了 焚星局 焚星 朝衙 六十多 可当真是巧 这功夫要学几日 约莫着十日左右 前辈说了 这事不能急 皇上想问什么 那位老前辈 看上去身体不太好 怕是受不得大刺激 但有些事 这世间 怕是只有他一人之想 放心 为了不影响你练功夫 有些事情 十日之后 朕会亲自去向前辈讨教 那我能一道去吗 也好 很好 这便是焚星局的所有招式 我再没什么东西可教你了 回去吧 我以后也会来的 虽说师父不让我再认别的师父 但前辈多少教了我一套内功心法 总该来道个谢 也好 正好午膳时间了 这些是皇上让膳房特意做的 前辈尝尝吧 这鱼丸面 我让厨子多炖了好一会儿呢 前辈您尝尝 你这孩子 这颗膳心 可不适合在江湖上混 换成你哥哥那样的 还差不多 前辈 跟我回西南府吧 我们府上有好些大夫 这世间可怜的老头多了去了 你管也管不过来 还是快些回西南 去陪你的哥哥吧 那我晚些再来取这些 前辈多吃些 不必了 去请皇上进来吧 他应当站了许久了 前辈 老朽参见皇上 看来朕这些心思 也瞒不过前辈的眼睛 这石河中 都是东南海边 才有的小吃 可不是王城里 能做出来的 若非是猜出了些什么 又何必如此 劳神费力 只为了让我尝一口家乡味 打扰了前辈的清静 实属不该 不过有些事情 朕却不得不问 老朽既然请你进来了 自然是想好了 皇上请讲吧 阁下可是玄天 是 国真是前辈 怪不得如此清楚 朝衙之事 与焚心齐局 西南王跟朕说过 前辈想让他毁了那座岛 可朕想知道 那伙上岛的南洋人 到底是何来的 那伙人通晓机关阵法 又极其擅长制毒 即便我当时空有一身功夫 却依旧防不胜防 可我离开朝衙已经十多年 王后的事情 就无从知晓了 那前辈想来也不知道 朝衙族人 曾进宫的事情了 我听这里的小厮说起过 在我离开朝衙之前 北派已经被屠杀以空 想必十年前 进宫的朝衙人 该全部是南派之人 前些日子 有一伙朝衙人 也暗中来了楚国 前些日子 这是为何 朕也不知 这群人此时 还在宫里软禁着 前辈可要与朕一道回去 也好弄清楚 在这十余年间 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嗯 好 多谢前辈 那朕就先回去了 今日多有打扰 还望前辈勿怪 在这行宫内 白吃白喝住了这么些年 也理应做些事情补偿 晚些时候 朕会派御医前来 替老人家诊治病情 就莫要再拖着了 皇上慢走 你还有事要问我 没有 只想留下来陪陪前辈 你是怕我会想不开吧 这是贺鼎红 前辈 我若当真想要做个了结 你们即便想尽办法 也阻拦不了 只是到底难舍牵挂 我总想知道 朝牙在我离开之后 究竟变成了什么样 皇上是个明君 不会为难前辈的 去吧 去陪陪那小皇帝吧 那前辈好好休息 我先告辞了 段小王爷怎么来了 找皇上有事 皇上呢 在屋顶啊 皇上在想事情 屋顶 找朕何事 上来吧 皇上也能爬屋顶吗 按理来说不能 但若你不去向太傅大人告状 也无人会来谴责 朕失了体统 那我不说 喝酒吗 新南府送来的 很甜 是飞侠 其实哥哥喜欢雪幽 他嫌飞侠太淡 但每年 却总会空出最好的冰窖 来存放飞侠花 雪幽也只能排在后头 可否问一件事 朕把你当亲弟弟看 自然是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话都可以说 不必如此小心翼翼 为何要特意准备 那些东南小吃 让我去送给玄天前辈 皇上既然已经猜到了 他的身份 为什么要故意戳破 不怕他会一时想不开吗 前辈秀中就谈我贺顶红 这世间人心复杂 也不是你问了 对方便一定会说真话 看到那些东南小吃 便会猜到 已有人察觉出他的身份 所以要么死 要么逃 要么继续待在行宫中 你心地善良 处处为他人想着 自然是好事 但朕是皇帝 有些事 即便不想做 也要硬起心肠去做 不说这个了 你何时回西南 后天 算起来 师父他们也该到了 对了 那些朝鸭人要如何处置 留给前辈 自己决定吧 总要他自己做个了结 金婶婶 一直催着哥哥成亲 哥哥每回都被念到头晕 然后就会躲去后山找清静 西南府的后山除了兵士 还有很多山谷 很好看的 将来若有机会 朕倒真的想去看一看 皇上将来 会把哥哥照到王城里来吗 为何不去问你哥哥 将来想要住在何处 真的 那我回去便问 明日上朝 可要随朕一起去 我 我去干什么 什么也不用说 什么也不用做 只管站在朕身后便是 朕就想让他们看一看 朕与西南府的关系 并非是势同水火 师父 醒了 醒了就好 明日便随为师前往兵士吧 还是要练菩提心经 金蟬县加上尸毒 再拖下去 怕是会有危险 只有将自己变成毒 方能以毒攻毒 不过你放心 只要找到天尘沙 即便是已经练了菩提心经 也照旧会高大英俊 玉树临风 仪表堂堂惹人艳羡 多谢师父美颜 这江湖之中 想练菩提心经的人 多如过江之计 如此想一想 心中有没有舒坦一些啊 并没有 姚儿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王城中只剩下他一人 可要写封书信 不必了 你往后如何打算呢 菩提心经一炼 便是容貌尽毁 半人半鬼 可即便如此 戴个面具 至少能在街上走 总比死了要强 就跟你说 情圣的名号要不得 你呀偏偏不听为师的 如今 如今 本想着 等这次金蚕献平息后 便带人前往南下 虽说未必就能找到 但至少时间充裕 没想到 菩提心经啊 也好 至少 还也可以寻个安静的角落 守着他 过完这一生 那三年之月一到 那时你该怎么办 躲着不见便是 他是皇上 是一国之君 自然知道该如何取胜 三年五年或许会生气 十年二十年 三十年四十年 谁还能弃一辈子 师父说 是不是 请问是老张家的馄饨吗 是 我就是 这位公子 要吃点吗 麻烦老人家 替我煮一碗吧 好嘞 公子稍等 这么冷的夜里 生意好吗 不大好啊 可这么多年下来 大家都习惯了 那天若不出摊 夜晚赶路的人 连个冲击的点心都吃不着 也不好 公子慢用 多谢 不要了 真没胃口 生病了 自然会没有胃口 来 吃这个 王城里最好的老张馄饨 三斤半夜的吃馄饨 没味儿 还苦 那是因为你受了风寒 这家馄饨脾气大着呢 白天睡觉 晚上才出摊 就在于梦街的拐角处 等病好了 我带你溜出去吃 这家的汤馄饨更好吃 又香又甜 好 公子 觉得怎么样了 很鲜 又香又甜 很好吃 那公子慢用 皇上您回来了 这是去哪儿的呀 去吃馄饨 有人找 没有没有 安静着呢 是西南府的书信到了 是啊 算算日子也差不多 这一年过去了 都是小王爷代笔 不过这回 看着火气的颜色 该是西南王亲手所写 你乐什么 只有一张 真的就一张 安好 不枉面 皇上 皇上 去 给朕把那棵树挖了 是 是 老奴这就去 师父 师父 皇上又要挖树啊 可不是嘛 今儿大概是打王爷回西南的一年多里 皇上心情最差的一天了 那怎么办啊 眼瞅着快年关了 约摸着翻了年便能好了吧 皇上 快到身时了 该歇息了 今天是除夕 朕在等会儿休息 可 除夕本来就是要守岁的 如今她闭关疗伤 也不知道 还会不会记得今日 朕替她手也是一样 是 今日西南府 可有书信 没有 上回也是两三个月前了 有时候朕甚至觉得 那都是有二一次写好的一大落 然后一封封 应付送来的 皇上宽心便是 段小王爷信中既然说了无事 想来王爷一切顺利 慈禧 举笔莫来 是 今日除夕 你我也是在这兵室里待了太久 居然忘了此事 是吗 来 尝尝看 想来大理城中 今晚又该是热闹喧天啊 王城更热闹 是啊 要不怎么能叫王城 只是我觉得 还是这里好 这里安静 饺子味道如何 师父明知故问 慢慢吃 说不定啊 还能吃出点盐味来 这一年过得 倒也快 过得当真是快 是啊 老奴也这么觉得 如此看来 三年 应该也不会太难哦 瑞雪照丰年 今年可比去年除夕还要冷啊 据说长街上的青石板 都被埋了个严实 今日一大早 官府便在铲雪呢 多加配些人手 莫要让百姓因此受伤 酒还有吗 别的还有 只是三年前送来的飞侠 这是最后一坛 喝完便没了 明日传旨吧 三天后 朕要去西南 一条山水之间 又鸟鸟炊烟 三四万同房之缘 臉袖破墨一绝 而青枝深处 画中你与我比结 写故事去百篇 今已忘年 竟已忘年 树耳梅花开满天 恰好这个世界 恰好的一切 黄土耳梅花开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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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不得一遍 学后的灵它 词旺 有情中之前 别虚头窗言 重逢是否能语言 半月尖离冬天 想起了思念 不及不唤这缠绵 夜半钟声有缘 困于山点 铁甲沾双人无眠 恰好风春乐夜 恰好的满园 三千几四绕之间 此生远逢上 地也千古未平 从来世上发过去 只愿见你微醋的眉眼 等古风景和深渊 梦秋已更远 某些故事不必留意 别看向我乱以无边 哪渊不信迷也不学 断大白不秃不挖树 大家好我是雨孝兰山 欢迎大家收听 地王攻略广播剧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